在云端上面其实也有放,第三页里面这边可以看到 那重点的话第一个啦,我先产生两个回圈 for i 指的是哪一列到哪一列,第二列到第九列 那指的就实际上指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程式的这个范围,第二到第九 所以以后其实你可以先怎么样 先把你要输出的范围先框起来 框起来之后呢,它是在哪一列到哪一列 有啦,2到9,所以for i 等于2到9 哪一篮到哪一篮,这个是什么 你可以把它框起来,不过记得啦,这个地方我习惯用j 那你不能用文字,只能够用数字 所以这边的话呢,理论上就是for j 等于4到 刚刚写错了,4到6不对,应该4到7 所以喔,程式的话,甚至可以 来套一个范本吧,ok所以呢 for i 等于2到9 for j 等于4到7,后面加nest 也就是把这个框框框起来 然后呢,将来要输出到哪里 输出的范围实际上就是sales i列的追览 所以sales i列的追览 实际上就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这个范围里面的所有储存隔 所以sales i列的这一栏,指的就是这个喔,ok 所以它基本上是先第二列 然后在第四栏,所以先抓这一个 然后再下一个,下一个就是这个 4嘛,再5,6,7 然后换下一个的话呢,就是第3列了 那一样,追,一样是4,5,6,7 在nest,nest i的话就是什么 在第1次类推,第4列 然后一样4,5,6,7 也就是说每一个都通把他跑过一遍的意思啦 ok,那来源的话呢,基本上喔,我们是先抓 先不管说切割,所以呢,不管切割的话呢 那就是用什么呢,sales的来源,来源在哪里 来源就是这边 这个是sales的第2列,本来是第2列的B栏 当然呢,你可以预先,假设你不知道k怎么下的话 没关系,你可以先打这个 先输出嘛 然后呢,再去思考说,我的初始值在第2列,所以k等于2 那我希望呢,他每下一个,就帮我换到下一列 所以这一列跟下一列的关系是什么,相差1嘛 所以把它加了1之后,存到k,所以k本来等于2 加了1之后变3,存到前面k变3了 那一样,3,3加1,下一列嘛,就变4 一类推,好,那最后的话呢,再增加一个自动调蓝宽 cullens,低蓝到驱蓝,autofit,这样子的话就ok了 那跟各位讲哦,之前本来的写法本来不是用k啦 不过,如果你不用k的话,可不可以写?可以啦,只是说难度比较高 解法2 那这个解法2的话,其实本来是这样写 本来的写法是,其实有点像参考什么 参考前面的这个写法 参考前面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写法就是说呢 把cullens,其实用j来代替 那j的话呢,指的就是第几蓝嘛 那我们是4567 所以特别注意哦,这边是-3 可是那个j的部分的话呢 理论上是来源 来源的话,我们是从b2开始 ok,所以记得哦,这个地方就是2345 ok,所以特别注意,本来是-3,你就把它-2就可以了 所以哦,如果假设你不用k的话 假设以这一题来看,那你可以用什么 假设你想说,老师那我如果不用k来写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有别的方法?当然可以啦 写的方法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是方法2,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原来是用这个方法 我不是用k等于2 也不是k等于k加1 那可是问题要怎么样抓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用那个什么? 用类似这个j里面的变数去把它变出来 那j的话基本上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我们先放个j好了 放在这边,ok 那你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执行到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它变成456 这个应该是4啦 因为它原来是放日期 我把那个格式换成通用好了 4 那这边的话一样 因为它 Excel的话 其实还蛮敏感的 只要里面有旧资料或者有斜线 他就认为 里面应该是个日期 4567 可是不对啊 那我应该是b2嘛 我要2345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再减掉2 然后执行 有没有2345 ok 这个 那个 有点像我们最早产生column类似 然后再加上几倍 几倍的话呢 一样 之前用弱函数 不过这里的话 i来代替 i减掉它原来初始的列是从第2列 第2列不加上4的倍数 所以先 减掉2之后 刮乎起来 再加上 乘上4 也就是说呢 这1列不加4的倍数 这1列加4的1倍 4的2倍 4的3倍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直接执行 有没有 2345 6789 这样就ok了 然后呢 有没有类似啦 就是 先产生它那个表格 然后再来的话取这边的位置 所以取这边位置的话 我就这样 sales ok 哪一列 哦 就是第2列 哪一栏 后面就是 再加个 这个就刚刚的 哪一列 然后 逗点 哪一栏 固定一定是b栏 所以直接打个b就可以了 ok 这样子ok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执行的话 应该就真的把资料带过来了 因为多一个sales 执行 好 有没有 入职时间 ok 那前面东西要切掉怎么办呢 前面东西切掉的话呢 那就是再加一个mid 那这个写法其实跟前面函数 比较接近 可是你会发现 尤其处理复杂的东西 反而写vba 反而有优势 好 那我们这个资料里面 豆点 一样 用l1n 然后去抓什么 抓那个 储存格里面的 一定是第一列 那哪一栏的话 我们用j栏 跟刚刚一样 然后加两个字 冒号的下一个字开始 要抓几个 豆点99 ok 全部抓 那最后一样是autofit 那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这样子执行的话 错误 看一下 程式又写错了 应该是瓜糊 是不是 看一下 又写错了 瓜糊应该在 加二应该是 字数算完之后再加二 不能在里面加二 ok 其他应该都对了 好 知心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结果应该呢 也会跟刚刚结果一模一样 对没错 ok 那只是说啦 到底哪一个比较简单 其实当理论上 我自己这样写下来 我发现用k 多一个k的变数 相对还是简单 可是如果说老师我觉得你这个第2个写法写的比较简单的话 没关系 反正哪一个方法 只要你 觉得比较好记的 都是好方法 那当然你想说老师那可不可以有第3种第4种写法 绝对有 只是说你可能要 怎么讲 花一点时间 当然了理论上为什么会 需要多写几种程式 其实主要原因是这样 像我个人习惯是 我会先想想看 哪一个 逻辑比较简单 第2个呢 程式 比较简短 不过看起来好像 逻辑比较简单 我还是觉得刚刚第1种写法 程式简短好像这个比较简短 因为少了k 有没有 那其实就等于少两行 不过看起来 这边反而比较复杂一些些 至于哪一种写法比较简单 我想 可能请各位自行在推敲一下吧 最后的话就多个清除了 所以我们再写一个sub 然后就是清除 清除我是建议啦 你就是 不要用那个sales一个慢慢清 因为这个是一个连续范围 它是从第2 一直到g9 所以呢 其实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写一个range 跟他讲 这个范围是连续的喔 所以用range 然后呢 从第2 到g9 这个范围呢 帮我清空 等于空的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所以清除其实还蛮简单的 等于没有东西 那没有空字串 执行一下 理论上这样很快就可以 把资料给清掉了 那另外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 执行之后 清除 蛮顺的 那资料 其实理论上资料越多 你会发现 感觉越有成就感 OK 跑起来自动就ok了 那刚刚写完的这两段程式嘛 其实程式 都在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 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云端上面 我是用range 其实range 其实range也ok 这边是range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不过range来写的话 其实有个缺点 就是 b的哪一列 这样写起来 相对串在一起 同学可能会 比较不好理解 所以我干脆 我把这一行 把它 注解一下好了 我把它改成 你们可以参考 我把我现在改完的结果 这个是我用sales写的 这一行 我把它写在下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前面加个单影 表示以这一行为主 把它复制一下 一样把它放在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 太长了 习惯上会把这些程式 原来预设的是黑色 我把它格式化一下 这字太 把它缩小一下好了 因为如果没有放在同一行 它折行 OK 那两个比对一下 原来我是用range 那现在改成sales 如果以这边来看的话 好像这边写成sales会 相对比较好理解一些 请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停止共用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OK 那这个程式的话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 三页的地方 OK 那底下的话呢 当然有增加一个部门 不过这个增加部门难度太高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不妨可以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那个 增加部门 到 低栏的 这个地方 OK OK 现在我们下了一会儿的